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去山里拍几期野外生存的视频 这个地方离最近的居民区有大概有五六公里 现在我在这个大山上面准备下一点坡 这个山里好多蚊子 这次我是一个人 然后就带了摄像装备 我们这次是没有带 没有带刀什么工具之类的 也没有带火 这是模拟那种真正的野外生存 发现一个很资金的现象 大家看一下 这有一只螳螂 在那吃一只蝗蟲 它吃同类 现在已经快到了 这是的目的地 现在我到了一个 一个地方这里 木设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可以 适合这个野外生存 这里有一块地方比较平 发现这里有一棵树也挺好的 再看一下这个树就挺好的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在这里搭一个架子 然后 再找一些木桥之类的 在这里搭一个架子 我就晚上就睡在这个架子上面 那里的地面高一点 会比较安全一点 虫子之类的 还有地上走的蛇那些 都会 这样都会安全很多 这是我 这是带的装备 这是 我就带了摄像机 还有电池 还有补光的东西 然后 有一个三脚架 都是拍摄用的东西 因为这体验是野外生存 所以没有带一些工具来 准备利用一些大自然的工具 这个地方 有几个竹子 比较适合我用来搭那个架子 然后我找这个地方 有水 很好的水 我把这个机器移一下 这次我是模拟 这个完全的野外生存 所以我们也带任何工具 我现在要砍这个树子 我准备用这个石头 比较锋利一点的石头 这种树子还是比较好弄 比较嫩 我还要去找一棵稍微大一点的 哎 这里有一棵很合适 它这个这样可能干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下雪把这里压弯了 快断 这我稍微用尺度炸一下 以后能炸下来 就它了 好想太好 啊 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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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要找一些树藤 用来固定那个 挺蜡蜡 挺蜡蜡